烤箱烤面包的温度和时间 烤箱是用来烤食物和烘干产品的常用电器 也是做面包和糕点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 那么烤箱烤面包的温度和时间怎么设定呢? 烤面包的温度及时间取决于面包的种类和烤箱的种类 一般情况下,烤箱的温度最好都设置在160度到220度之间 时间也在20到35分钟左右最好 不过也有一些面包需要烤至更长或者更短的时间 大吐司面包需要用180度烤45分钟 小料理面包在12到15分钟左右 在这样的温度和时间下烤出来的面包比较松软 并且味道也很好 温馨提示 烘烤蛋糕面包等食物时可以垫上一层烘焙用纸 烘焙纸耐高温可以保持食物的口味 又能起到吸油的效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